我們今天要測一下Gogoro One 為什麼會吱吱叫 吱吱叫 裡面有養老鼠嗎 養老鼠嗎 我們來看一下吧 Let's go 叔叔是有練過的 大家不要在家裡面自我拆除 出發的 所以這裏有移動嗎? 有移動嗎? 可以改善一點,但是沒有辦法完全 怎麼說? 回家就知道了 我們回家就知道了 你看看起來還有 還蠻一半的感覺 還有一半 你要看 把它卸下來 所以它是因為正常 要磨合幾 需要磨一下 因為很明顯它就是有金屬成分 含量比較高 然後我們能做的就是把這個角給磨掉 所以不要嚇壞 因為它現在看起來以為是濕溝的現象 很輕 其實還好 是嗎?還好 因為這個多少都會有磨耗 它在邊境還很厚 這是它的底層 這是它的肉 所以八顆? 八顆夾膏 所以水還高也是會加進去嗎? 一定會 因為含量成分比較多的話 就會這樣抹擦 就是剛剛那個計時工的現象 對,一定正常 我們人做的就是 老腳 會不會去抹這個嗎? 也是會去抹 其實它會覺得說 不需要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抹 每個人都要抹的話 它會變成說 它工作量更多 所以你的這個有多鐵屑 鐵屑也會啊 這個都會有啊 我們都稍微做清理 這都會有一些煞車服 粉塵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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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會造成的 鐵屑咧 這裡啊 這裡就是啊 這裡用鐵屑咧 對 就是煞車的粉塵 哦 你可以這塊放下去嗎? 對啊 對啊 以前的 因為以前的 他們都是用那些10年的來臨片 而且它是因為金屬成分還能比較高 會反光啊 對啊 很明顯啊 會反光 所以來臨片會有煞車 啲啲叫的聲音 不能完全避免掉 但是 很吵 很吵 有時候是 碟盤跟來臨片 才只不會好 它會啲更大聲 這不會好 這都會不會好 就是說的 磨合器 一條磨合器 對 因為遇過一些改裝的來臨片 搭上一些改裝的碟盤 它的意義會更大聲 OK 所以我們通常建議 換來臨片跟碟盤 換的話 盡量都換同一架 好啊 這樣保安 好 夾完的時候把它倒角出一點 是嗎 有衣有衣 五衣五衣 本人擦掉的就很亮 就金屬成分更多 我們做的就是 有錯包嗎 是的 它在玩那個工廠實習的第一刻 前工 對 但是我們以前練機械的時候 第一堂課一定要 學會用錯刀去磨鐵塊 基本工啊 對 基本工工廠實習啊 用那個錯刀磨 我要怎麼給你 因為那一層黑皮 就要磨很久 沒錯 誒你學過的 怎麼知道 我學過的啊 是機械嗎 然後後來磨到後來後面 後來發現用機器一拋就OK 而且拋更多 沒有就拿去砂輪機 對啊 然後就會被老師抓到說 這不是 這不是你用錯刀磨的 因為它看得出來 因為你沒有那個粉 還用那個 那叫洪丹嘛 對 洪丹好去 對 對 對 不太厲害 其實我們用錯刀磨 跟你用砂輪機磨 那個不一樣 不一樣 這就結合 我們那是一條一條 讓他知道 以前練書的時候 就是磨半天 然後還要平喔 還要磨 還要把它去黑平 然後這邊去角 還要90度 拿那個什麼 兩角器 這個只有練過機械系的 才會知道說 以前這麼好玩 然後搓刀 然後再洗床 車窗 都要學 所以我們後來都 偷偷拿去外面 再給人家加工 沒有啦 同學會的 我們就付個一百塊 幫我加工一下 真的喔 那個用錯刀 會用的就是 這樣 錯個兩下 那個 就很厲害了 對啊 所以這邊去這個角 對啊 因為它的邊邊角角要去散蠻 我就來 那麼去完就比較圓 一點 對 所以沒那麼水 放進去是不會機嗎 比較不會機 這樣不會有出現機的聲音 然後騎純的時候 有時候會聽到那種 機機機機 可是我們沒有按煞車 所以我們剛才那個角角去摸到疊盤 那是沒辦法 對 因為金屬成分含兩款 所以應該是說 在沒有安全疑慮的前提之下 對 那個就是 祭司就會說 正常 還是我們騎得很不舒服 這樣而已 就是聽起來的 皮膚質感到 不舒服 因為它本來就是要安靜的車 結果你又不安靜 因為 你看看 太安靜了 如果它多了一支排氣管 多了一個引擎 照應 就沒有這個聲音了 好 我們現在清洗完了 然後我們抹那個分房潤滑進去 增加潤滑 然後現在把它裝回去 所以這個要自己用 有辦法嗎 對 還是建議說 到專業的店家做處理 沒有辦法 對啊 因為 我們還是畢竟要下輪胎 哦 對對對 我們要拆輪胎 所以還是到專業店家做處理會比較好 所以那個 還是要丟給專業的做 對啊 叔叔是有練過的 大家不要在家裡面自我 自我拆除 OK 我們來去試一下成果到底如何 我們來去飆車 大家 走 試車 走啦 我們剛剛試過了就是 還是會有一點點物理現象煞車的情況發生 不可能說沒有 畢竟是 還是需要這種摩擦力去造成煞車 不過在行駛的時候已經幾乎沒有聲音了 不會像那個阿桑來了 人來啊 哎唷 車來了 我會動一條 阿動不成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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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動不成這樣會去 車花 不會像那麼吵 到 阿記得如果你 Cogoro1 騎車剛剛有聲音的話呢 記得來萬輝 找小批 不只是1 2也會有 OK 2系列3系列都有可能會遇到這位 所以說如果你去那個 原廠呢 我們試跟你說正常現象 可是你騎的話 又很不爽的話呢 找他 OK 一樣呢 OK 所以說呢 一樣呢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在萬輝徹夜 掰掰 掰掰 呃 回答張士福的問題 數比跟原廠鏈條一樣嗎 答案是原廠那個皮帶的公司是說一樣的 一樣的 對啊 因為T-MAX的皮帶是有另外一條小皮帶的帶動 還有普利盤 跟它的後離合器 T-MAX它的車子是有兩條皮帶的 大小皮帶 Cogoro嗎 沒有 那個重機的T-MAX 喔 所以是不一樣的名牌 不一樣 它是帶動 它有兩條皮帶帶動 不要拿柳丁跟蘋果在比 對 它是輸出動力 引擎出來之後會帶動一條小皮帶變速 然後再轉換過去到離合器 差速器那邊 離合器那邊做一條大皮帶的輸出 OK 所以這是兩條的 我們想的是因為它整個是鏈條嘛 可是因為它的動能會加上它的重量 會變成它的那個壓力會更大 可是皮帶如果重量比較輕的話 是不是會帶的比較 你們都穿蠅一樣 不會 蠅穿著的穿就很夠 你的腳就不一樣 會這樣嗎 不會 那我想太多了 OK 今天是一個想要去買二手車 我不想花太多的錢去買新車的話 對 我要怎麼去注意說 這個馬達還可以撐 這個只能試騎 或是說 對 因為這種電子零件 我不可以說馬上做測量 可是有時候你馬上做測量 可能也會 店家的懷疑是你私質質疑我的車有問題 OK 那我們只能試騎 買二手車也是人家說的一個運氣問題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經營某一種二手市場的買賣 我們都知道說 你如果當下你騎的你覺得OK 你買了 你是買當下你這台車的感覺 可是你不能說我這台車買了 我要跟我以前買新車的一模一樣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一分錢一分貨 除非說你多花錢 可以保證說你這台車保固兩年了都沒問題 那是原廠在保證 所以相對的你錢花多 你的保障也多 那如果你要省錢 相對的這個風險要自己扛 我給你這樣子講 買二手車都會有一些風險 對啦 所以投資有賺有賠 當然啦 怎麼可能會有 沒有沒有 對啊 免賠我就自己賣了 OK 我就要自己來啦 未來的 船時間 不可否 展開 我 沒有 來 有 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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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架